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徐时论》 我是老徐 今天是2024年5月16日 下一个环节 就是《消失的档案由有新更新》 好了 它有两篇 我今天实在精神不足以讲完两篇 我只讲一篇 那 是不是这个呢 不是这边 那边 不是这边 什么事 都说我今天状态很差 按多少都按不到它出来 唉 不好意思 对不起 真的不好意思 再最后一次试 按到就按到 按不到我就这样口述了 算了 口述了 好了 这篇 大家可以自己上去《消失的档案》找回 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做《以茶罪为名》 《虚导读者签书会》 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大家都曾经问过的问题 喂 刘世良那边出示了很多照片 在一个好像最近茶楼的地方 有人出示那本照片 有点有乔叔签名 还有刘世良有点合照和水和田 觉得气氛非常好 出版了一本书 之后气氛非常好 根据罗恩惠的报道 就说 这个签书会是虚扣的 怎么说呢 如何虚扣呢 刘世良在他7分钟的自便短片中提及 就是2017年 同年8月11日 乔叔约我 这个我就是刘世良 约我在主角街新瑞瓦酒楼喝茶 出席者有摄影师水和田先生夫妇 有金融小说策画家董培申先生 还有漫画家Thomas Wong 同场也有订购了这本书的读者 我们将书交给这位读者之后 即时向乔叔索取签名 乔叔帮读者签名及茶序朋友的照片 全部都在同日上载了去城寨Facebook里面 这就是 刘世良以此作为一个 你还说我没有获得授权? 如果没有获得授权 乔叔翻桌了 你觉不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可恶的呢? 就是跟他之前所很有影像 很有影像的黑社会 大家讲数 是完全不同的 好了 这里我说了 罗恩惠说 刘世良以茶序来证明 乔叔有参加读者签书会 所以不单止知情 而且有授权 所谓读者签书会究竟是什么回事呢? 罗恩惠说 我找到当天出席茶序的漫画家 就是Thomas Wong去求证 Thomas说当天他跟董培申先生 在列治民市用餐 其后去到温哥华市的新瑞华酒楼 那时候 他没有看到有什么读者 更加没有什么签书会 Thomas说他只是认识水和田 又将自己的漫画书送给首次回面的刘世良和陈桥 所以他其实也是第一次见到陈桥叔 彼此寒暄不足半小时 Thomas说 认识了陈桥之后 稍后再在艺术家序会中碰面 他形容陈桥是正直善良 只是每次谈及个人珍藏相片时 他都这么说 他曾经免费送给博物馆和大学收藏 捉见陈桥并不是一个留诸必较的人 好了 这里 解释不了问题 解释不了什么呢 就是说 那所谓的签书会是什么一回事 总体Thomas Wong 他说我看不到有什么签书会 其中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 就是 刘世良约乔叔出来 而不是乔叔约他出来 然后呢 乔叔出来就是想听听你怎么说 好了 然后 当时有其他人在 乔叔也不会像刘世良所描述的那种 黑社会大佬的风格 好了 这个时候 既然在座当中有其他朋友在 他会不会发作 当然不会发作 你跟水和田拍照 他不会跟这个混蛋拍照 乔叔当然不会这样做 第二 还有什么呢 就是 有读者上来 去找乔叔签名 究竟这个安排 是谁安排的呢 为什么会在那个酒楼里面 会有一个读者 有一本的照片在这里呢 这个会不会就是刘世良安排 喂 到时你来我给你一个照片 好了 然后 这个人拿去乔叔那里签名 根据他的女儿说 乔叔的遗人是什么呢 其实之后也曾经发生过 有人拿着这本 刘氏夫妇出的照片 想找乔叔签名 在一些聚会上 乔叔也打算帮他签名 但是呢 他女儿就劝他 不要说这是盗版的 你不要在盗版书那里签名 这就是乔叔的遗人 好了 另外 除此之外 根据这篇文章 罗欣慧还说 他说 其实乔叔是有 作出一个明确的 黑和白的反对 对于刘世良今次涉嫌侵权事件 他说 中桥互助会 当年曾经帮乔叔赞写过侵权声明 而且他有一张照片 他说的 侵权声明说什么呢 首先说2024年5月7日 就是前几天 罗欣慧收到来自中桥互助会 前出版部编辑寄来的电子邮件 附上陈桥先生在2017年8月26日 去他们的办公室寻求协助时 编辑代他撰写的声明初稿 内容充分表达了陈桥知识 上书局在2017年7月以他的名义 出版镜头下的历史一书的愤慨 这份未经律师进一步审订的声明初稿 是中桥编辑部人员在2017年8月26日 聆听乔叔意见之后帮他撰写的 陈桥强调 没有授权任何人或组织采用他的新闻图片 作出出版的用途 他又不点名指上书局镜头下的历史 是属于盗用版权 应该即时停止销售及宣传有关图册 予以销毁 陈桥及中桥编辑门 都直接以盗版来形容刘世良 在2017年7月出版的镜头下的历史 乔叔听闻上书局要以他的名义扮图片展览 也明确要求停止 好了 以下的声明内容是什么呢? 我读一读声明内容 之后这个节目就完了 好了 最近香港一本名为镜头下的30年的图册出版及发售 主名陈桥内容全部采用本人历年采访拍摄的新闻图片 以及加拿大温哥华中桥互助会出版的同名图册 另外有组织计划展览本人所拍摄的新闻图片 现特此声明如下 本人拥有相关图片的绝对版权 从未出让 亦从未授权任何人组织机构 采用本人所拍摄的新闻图片 出版刊立 宣传及作任何用途 二 采用本人的新闻图片 出版刊立 宣传及作任何用途 均属侵犯版权 必须负负责法律责任 第三 有关图册属盗用版权 应即时停止销售及宣传有关图册 予以销毁 四 停止相关展览 五 凡扣得图册者亦属侵权 是须负法律责任 六 本人会采取法律行动 依法追究 陈桥 当然了 这件事情 刘氏夫妇可以这么说 这份证明是虚扣的 你可以说是虚扣 我也没有收过这个文件 我没有收过 你可以质疑 陈桥又不去做 就像他所说 采取法律行动 我已经多次说过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你要他采取一些法律行动 是需要非常大的精力的 就连老徐今天预备这个节目 我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其实令到我今天的状态非常不好 我六十多岁 都已经觉得有点心力不足 更何况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你叫他采取法律行动 旁人很多人都劝了他 怕会影响他健康 这个是不是这么难理解呢? 好了 今天真的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会将这段视频 大致分为三条 希望可以多些人看得到 今天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我会很快 我会不想我 有多久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就要帮忙 我们就要帮忙 我会不想我 监管 我们就要帮忙 多谢大家 我们就能帮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